身穿雨鞋自背头登 还有一只专门的捕蛇夹 这是瑞芳区龙川里里长赖红春的标准捕蛇装备 夏天到了蛇类经常出没 不论是河岸步道或是居家巷道都可能有蛇类出没 不过捕蛇对于里长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日前才刚捕获一尾长约一米的龟壳花 大家要看 要小心吗 有来步道运动的民众 如果看到蛇的话不要去导动它 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你 你就通知我或者打1999给那个动宝处 请它转接动宝处就会来处理了 这一次我抓到这只蛇 也感谢那个瑞芳消防队 协助我先把蛇暂之防止在那里 不然动宝处就三个小时才会来 真流点酒 龙川里的河岸步道 每天都有很多民众散步休闲 不过因为靠近山壁和草虫 夏天到了难免就会有蛇类出没 里长本身是易消 因此也有丰富的捕蛇经验 因此不少民众遇到有蛇 里长便会协助捕抓 再交由动宝处来协助处理 现在夏天来了蛇开始要出来觅食了 再以河半以及我们这个山的远避人的住户都会有蛇的出没 一年都大概会有两三只的出来 有的里民看到的时候会通知我们里长来协助他们来抓 里长表示现在因为捕蛇作业已经移交市府动宝处 动宝处接到通报后至少也要等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 没有办法立即前来处理 因此身为易消的他也自备捕蛇器 加上有受过训练 自己亲自抓蛇也成为为民服务的项目之一 他也呼吁民众要小心 解诚为瑞芳采访报道